王主委 來王主委請 村委員好 村委員好 我想今天衛環 針對老委會的一頁我想是 所有委員會裡面最熱門的 看了一下好像所有委員會都已經休息了 那現在還有很多人在準備來質詢 我想 職務官的去留是很平常的事 你應該抱持著這個平常性來看待這個職務官的去留 也沒有偉大到什麼歷史定位的問題 沒有 我不知道委員為什麼要這樣講 所以沒什麼歷史定位的問題 職務官把證務做好 本來就天經地義了 做不好為政策負責 做失敗當然就下台了 所以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委員要去提什麼歷史定位等等相關的問題 從來也不是這樣在想這件事情 所以這個部分 為什麼你會成為一個關注的教練 為什麼大家關注你下台不下台 這大家對你期待很高 因為你是一個人權律師出身 應該照理說大家的想像 你會最大的可能 最大的努力來爭取 或者來照顧這個勞工的權益 不過跟我們報告 上次劉毅如離開內閣的時候 也是大家都會關注 我想的確是 因為對人民來講 畢竟是一個內閣團隊 劉毅如離開內閣團隊 劉毅如離開內閣團隊 對你的不管是媒體 對你的這個施政滿意都不是很滿意 或者這個很客觀的這個民調數字顯現 你是這個很多所有的閣議裡面 其中幾個必須要下台負責 這個部分我覺得 你過去的一件施政表現 特別是最近 在立場上面並沒有很堅持 那並沒有讓他覺得你 我不知道委員講的是哪一個立場上沒有很堅持 幾個比方說那個華龍案 比方說 我們從頭到尾都在參與協助跟幫忙 但是你也審議一段時間 我沒有任何審議 或者是對於最低輕制的調整這個方案的部分 你說這個管中民政委 他這個代表行政院長陳聰 來做這個跟經濟部的協調 在協調之前 經濟部跟這個勞委會就是 各自站在這個一個站在致方一個站在勞方的立場 互相放話互相攻擊 沒有攻擊啦 這個造成這個外界觀感不一嘛 好 這個決策最後決定了沒 就是說這個最低薪資調整 時薪調整 或者是月薪不調整 或者怎麼調整 這方案決定了沒 跟文報告 我們的勞委會的外勞政 我們勞委會的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 我們已經做了決定 然後也送給行政院 那目前在等院長 最後的決定權是在陳聰嘛 法律的規定本來就屬於院長的權限 那陳聰他指派這個管中民去做這個政務的協調 他應該有把把你找去嘛齁 那他提出什麼樣的論料來說服你 或者來這個希望你妥協 他有沒有提出什麼這樣觀點說大環境不好還是怎麼樣 他有沒有提出這個觀點說服的這個說法 跟文報告 其實每次在基本公司審議的時候 其實勞資雙方對這些議題都會有些不同的一些看法 那本來就會有格制不同的主張 那你的看法不能改變啊 我們沒有改變啊 你要先捍衛在這個勞工的權益跟這個相關的福祉上面啊 跟文報告我們沒有改變啊 好假設最後陳聰決定 這個先階段先針對這個時薪做調整 月薪的部分不調整 是 這個決策做出來 那你的立場會怎麼樣 跟文報告我們講我們捍衛到最後一分鐘 所有該付的責任我全部都會付 那說得更明確一點該付的什麼責任 跟文報告我們 我就我剛剛提了嘛 說我這一次比上次處理這種事情的時候 我們更尊重到所謂的行政倫理嘛 所以我也提得非常的清楚了 早上委員也垂詢 那也交代 不要隨便把辭職掛在口頭上嘛 那委員的指示我們都遵守 那辭職本來是常害嘛 你為你的這個理念政策辯護 或者要堅持你自己理念 如果你的長官不支持你的政策 你當然要辭職啊 這個怎麼好 好忌諱的 沒有任何忌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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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已經講得非常的清楚 你負最大的責任 那你在管中民的回憶 你有沒有大聲的辯駁 或大聲的這個 跟管中民爭取這個勞工的權益 委員啊 立場態度立場堅定 態度和緩 不用大聲 因為講話也不是比大聲的 有時大聲有嚇阻效果 這可能是警察的工作 所以喔 為什麼大家會覺得你是相對不適任的歌員 事實上 不只是一些這個民眾情緒 有一些客觀的表現 你的確是不符人 譬如說哪一件事情 就是整個氛圍嘛 這有點抽象 處理事情的方式 你應該擴大跟這個勞工的溝通 擴大跟社會的溝通嘛 我覺得溝通不夠 也許你做得很好 本期可以肯定 謝謝 溝通的不足 或時間點不對 本來一件好事 我覺得到最後 你沒有把這事情處理好 好 接著第二個問題 這大概有提到好幾次了 就針對這個高雄縣的 遠高雄縣勞動檢查權的部分 為什麼不能回歸到高雄市政府呢 這到底是什麼原因 這為什麼這個事情可以 可以 懸而不決 或者為什麼這個 這個勞委會一定要 勞檢所一定要把這個部分 要控制在在勞委會呢 人力部分啊 高雄市政府的勞檢 這個勞檢處 他人力有83人 南檢所只有58人 那南檢所還要負責 台南市、澎湖、台東、屏東 只有58人你要去做勞動檢查 那高雄市勞動檢查處 他就有83人的編制 預算也比較多 那為什麼不放手 你按照地方制度法 第18條規定 這個勞動這個檢查 本來就屬於這個地方政府的職權啊 那為什麼這個 你要把它這個 一定要在勞委會底下 是跟委員報告齁 其實我們為了勞動檢查權 將來在整個主改的過程裡面 甚至於整個國家長久的發展來看 檢查權應該如何來做一個處理的 這樣的一個會議裡面 其實我們有幾個理由啦 那麼認為其實檢查權呢 其實應該要給中央 那當然 那台北市呢 我們希望北高兩市都收回 那台北市呢 現在呢 現在台北市跟高雄市都不是嘛 沒有啊 因為當初變成直下市的時候 原來高雄市合併之後變高雄市啊 本來的高雄市 就本來的高雄市的部分 還是屬於勞委會啊 就本來的高雄市的部分 就本來高雄市的部分 已經是高雄市 沒有高雄市了嘛 本來高雄市的部分 所以我跟委員報告 其實我們現在目前在跟 呃 新北市跟台中市都在談 然後像新北市部分 都已經談好了 就是說到底彼此之間 如何來做分工 讓勞工朋友可以得到最大的照顧 新北市比較單純 他沒有合併的問題 齁 那台北高雄縣市有合併的問題 是 啊所以也可以來談 沒有高雄縣了嘛 所以也可以來談 談說怎麼樣的分工 按照地方 這把相關規定還要談什麼呢 很明確 就怎麼樣的分工 就可以跟新北市一樣 用看什麼樣的分工方式去處理 這個齁 你五十八個人 南檢所要負責那麼多縣市的勞動檢查 你只能 你把第一線的這個人員都超壞了 那高雄市政府勞檢所 勞檢處他有八十三名的人力 他只負責高雄市的這個勞動檢查 他能夠做得更好 更維護公安啊 這種事情不做 那你不是把勞工安全 棄制如必喜嗎 不會完全不會 跟我們報告 我們非常重視勞工的安全 然後我們現在目前跟不同的縣市逐一在談 其實就是怎麼樣的分工能夠 呃 充分的讓我們的人力可以運用 然後充分去照顧到勞工朋友的工作的權益 那我剛剛提到幾個理由 一個理由就是說 其實台灣太小了一塊 我們如果五都可以這樣分 那將來又有成立新的都的時候 再繼續這樣分 那每一個單單蓋一條 蓋一條高速公路 或蓋一條橋樑 經過不同的縣市 你就要做不同的勞動檢查 然後切割的這樣的一個處理模式 這是有問題的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其實像現在的公司 開始它會跨縣市等等 這也會造成在執行上面的很多的困擾 那更不用談說 在地方 受到地方的影響 這個也會造成在勞工檢查上面的不方便 我覺得你反而是道其道而行 反其道而行 你把這個簡單的事情複雜化了 你合併之後 就按照直轄市的做法去做 那陳菊市長他也擔任過這個勞委會主委 他相當重視勞動 這不是誰當主委 今天即便我們在這個地方當主委 我們只談中央跟地方如何來分工 沒有人力沒有預算缺攬權 然後所有的責任就要地方政府來承擔 發生公安事件是第一個找地方政府 不會 發生公安事件立法院也找我 但是我們直接面對選民 面對民眾 我們也要面對勞工 每天都在面對 每天都在面對 所以我跟委員講的就是說 誰都可能是中央 誰也都可能是地方 今天主委也不一定是我 也可能是別人 我們在談一個制度的長治久安 怎麼樣是對台灣的發展最好的一種處理模式 怎麼樣是對勞工朋友最好的處理模式 我不把這件事情拿來看政治的角力 或者來看誰有權誰沒有權 是到底怎麼樣來做對勞工最好 我不是還有兩分鐘嗎 沒有 怎樣搞 我也是三年來一次 來一次 對不起啦 五年來是一樣的 最後一次事情 最後一次事情